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你比星光美丽 本是冲着谭松韵来的 却被30岁的女二号惊艳了 都市剧品质日益精进 每部新作皆显降新毒韵 令人耳目一新 质量尚成 堪称影世界的一股清流 让人不禁赞叹连连 都市剧昔日仅为餐桌伴侣 别说重温 首播变槽点满屏 难掩观众挑题目光 欢乐送去作品遭吐槽 剧情拖沓冗长 心意匮乏 犹如财经领域的冗长报告 让人难以提起兴趣 财经自媒体纷纷感叹 好剧难去 创意未亡 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经验亮相》 刷新了观众对都市剧的认知边界 以卓越品质证明 现代都市情感剧亦能绽放 非凡光彩 令人耳目一新 财经界新宠 你比星光美丽横空出世 迅速抢占市场视野 其魅力不仅限于星光意义的标题 更在于内容所蕴含的财经智慧与独到见解 让投资者与独者皆为之倾倒 该热播剧自开播以来 热度持续飙升 稳居榜首 成为财经圈热议焦点 不仅自带流量光环 更在舆论场中持续发光发热 堪称现象及话题 财经风向标几转 头条新版驾到 解锁瞬间 仅需五秒飞跃 创作征途虽艰 但每一步都镇刻着你们的支持与厚爱 在此 向每一位陪伴的伙伴致以最深的感激 是你们的陪伴 让创作之路熠熠生辉 谭松韵在演多世剧 热度紧喷 谭松韵与徐凯 两位演技派单纲主演 携手共会精彩篇章 更有金牌女二和瑞贤鼎力加盟 阵容强大 品质有保障 此剧注定不凡 值得期待 徐凯与谭松韵的绝美婚纱照经验亮相 尤其是那经典公主报 瞬间圈粉无数 引爆话题热潮 才经娱乐两界瞩目 《我的人间烟火》热播之际 剧情揭秘养母妇文英的巧妙布局 她为许亲精心挑选的相亲对象 竟是剧中核心人物男主韩庭 此举不仅增添了剧情的戏剧张力 也让人对后续发展充满期待 两部热剧梦幻交织 引爆舆论热议 观众纷纷热议 许沁原和舍弃商界精英寒庭 转身拥抱烟火器的颂宴 财经视角下 这不仅是情感抉择 更似资本与情怀的较量 耐人寻味 财经圈役不乏亮点角色 谈松韵演绎的寄星一角 以其独特魅力脱颖而出 更得人心 在角色塑造的较量中 寄星无疑以其亲合力与深度 成为观众心中的一抹亮色 财经视角观距新风尚 谭松韵领贤主演 热度非凡 而女二和瑞贤意外抢镜 惊艳四作 财经自媒体一南演其光芒 观众源持续发酵 财经视角下的谭松韵 犹如资本市场上被精心维护的青春谷 又太长相成其不败法宝 即便步入而立 演绎校园角色依旧无缝衔接 青春气息满意 无丝毫岁月痕迹 谭松韵新剧亮相 演技与角色双再现 实力圈粉无数 堪称明目心宠 表现尤为耀眼 不容错过 寄星 这位性情中人 不仅性格魅力四射 更坚实力非凡 面对职场性骚扰 她以无畏之资 与无良之徒正面交锋 尽显巾国不让须眉之风范 这位角色 无疑是财经界热议的大女主典范 独立 坚韧 步步为营 在伤海沉浮中尽显巾国不让须眉之资 令人瞩目 尽显时代女性风采 财经视角里 寄星与韩婷的棋局耐人寻味 尽管韩婷光芒四射 寄星却从未低眉顺眼 凡以其独特魅力 悄然引领韩婷步入她的节奏 成为这场情感不易中的隐形舵手 财经圈内的韩婷 默默守望寄星数在 虽家人早有归宿 她自诩非成虚之辈 然寄星情感风云突变 分手之际 韩婷以温柔之姿 适时未戒 尽显商界绅士风度 最新剧情引爆笑点 寄星与韩婷情感升温之际 她竟潇洒离场 不留韩婷风中凌乱 信息如石沉大海 女主的沉默 女主的沉默让这段情更显扑朔迷离 财经自媒体视角里 这不仅是情感的纠葛 更是心理博弈的微妙展现 财经圈热议新格 视频配文经现霸总遭叶诉后被爽约 自媒体界纷纷调侃 资本市场也泛起涟漪 笑谈间不失犀利洞察 一字一句尽显财经人独特幽默感 韩婷的霸总人设颠覆 传统偶像剧套路 堪称卑微微版巅峰 财经视角解读 商界精英竟也落得如此境地 实属罕见 令人唏嘘 在深度剖析后 财经圈的粉丝们纷纷点赞 给予五星高度评价 不仅彰显了内容的深度与广度 更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财经见解 令人拍案叫绝 谭松韵演技在线 精准诠释职场女性的活力与魅力 令人眼前一亮 徐凯则以绝佳状态亮相 帅气逼人 魅力四射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剧中他刻画的女boss 堪称职场人梦寐以求的领航者 风采卓绝 尽显领导魅力 让人心生向往 初入职场的她 遭遇薪资链断裂困境 房租压顶之下 无奈作出抉择 毅然辞职 寻找新机遇 是以财经智慧破局 众会职业蓝图 寄星的企业历劫重生 创业大获成功 他非但不计前嫌 更以得抱怨 广开财路 承邀昔日离职的老战友 重返战场 共会新篇 此举章显领袖胸襟 团队凝聚力在上新台阶 谭松韵风采夺目 一脸元气满满的小巧面容 犹如春日里绽放的花朵 瞬间捕获人心 尽显财经圈外 亦能独领风骚的绝佳状态 谭松韵自荧幕出战 佳作连连 多部电视剧破圈而出 实力圈粉无数 观众缘极佳 稳作演技派小花旦之位 尽显演艺界璀璨光芒 财经视角随意 文化热浪共鸣强 最好的我们校园温情 锦衣之下古装风华 自映已来 稳居观众心间 热度不减 城市场心头好 投资眼光独到 情怀与热度并续 若不提岁月痕迹 谁能料想这位家人 已借三十四在芳华 其容颜宛若出战 依旧洋溢着二十出头的青春气息 活脱脱一青春少女模样 让人不禁赞叹时光对她格外温柔 财经圈也惊叹 这位艺人脸上不见岁月痕迹 活力四亿 远超同辈众多演员 仿佛时光在她这里轻轻绕行 青春气息不减当年 娃娃脸魅力尽显 剧中于徐凯CP感爆棚 身高差成吸睛亮点 观众直呼上透 甜度爆表 在财经视角之外 这部剧的情感线同样引人入胜 男女主角的情缘缠绵翡测 而女主与女二间深厚的闺蜜情意 更是温暖人心 令人动容 堪称情感剧中的一股清流 在财经圈的视觉盛宴中 女二号仪亮相 便是三十岁风华绝代 瞬间点亮全场 以非凡魅力震撼人心 让人目不暇接 进展岁月沉淀之美 被三十岁的何瑞贤狠狠惊艳 财经视角看娱乐圈 何瑞贤语谈松韵二度写手 既以家人之名闺蜜情深厚 再度共演新篇章 默契在升级 财经圈一期待二人合作的商业火花 惊喜连连 转战新剧 闺蜜情意依旧炽热如初 荧幕内外续写深厚羁绊 情意不减反增 令人艳羡不已 莉莉 剧中角色 无疑是新时代女性的璀璨典范 颜值与实力并存 却不幸遭遇狂窑侵扰 她的故事 是对美貌误读的深刻反思 也是女性力量不屈不挠的颂歌 都质地有声 直击人心 让人不禁感叹其非凡的智慧与魄力 普信夫妇上门挑衅 女子毫不留情 反手一巴掌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解气与痛快 财经圈外这场小插曲 也让人拍手称快 正义与勇气并存 尽显金国不让须眉之风范 财经女神莉莉 一贯冷静果敢 却在寄星困境前 瞬间卸下防备 义无反复 尽显金国不让须眉的豪情与柔情并蓄的风采 莉莉正沉浸在购物狂欢中 精选的衣物以整装待发 却在支付前夕被寄星的紧急求助电话打断 一场财务规划的微妙转折悄然上演 寄星陷入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向闺蜜伸出援手 寻求资金上的帮助 尽显财经人的坚韧与变通 莉莉面对有人十万借款请求 毫不犹豫点头应远 尽显大气 随即 她偏向精心挑选的华服 毅然决定退支 此举尽显其财务智慧 与情义并重之风范 这位闺蜜珍视财商界的锦理 十万巨款慷慨解囊 不求归还 更是之为钱瞻投资 尽显闺蜜情深与商业眼光 真实令人艳羡不已 财经风云突变 寄星经薪筹措的十万巨款 不幸遭遇诈骗漩涡 全盘皆输 令人扼腕叹息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让原本稳健的投资蓝图 瞬间化为泡影 财经界风云突变 寄星闻讯 瞬间失态 晕掘于当场 这笔巨款 非同小可 足见其内心之震撼与压力之重 市场波动 人心难测 寄星的反应 亦是财经圈真实写照 财经圈内 历历展现非凡洞察力 首问飞金 而戏温情关怀是否饥寒交货 他以细腻之心 抚慰寄星心绪 尽显人文关怀的商界风范 何瑞贤演技炸裂 一亮相便满眼心疼 十万巨款在他眼中仿佛轻如红毛 深情演绎直击人心 财经视角异见人性光辉 在财经圈的视角下 这位角色凭借非凡魅力 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 其影响力之大 甚至赢得了长公主的美誉 成为了公众瞩目的焦点 彰显了其独特的市场吸引力与非凡价值 财经圈知名制作人余正 近日以自媒体人姿态发声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某称号的偏爱 字里行间洋溢着自豪 强调此风范正源自其下艺人的独特魅力 尽显其对团队风采的认同与推崇 财经视角下墨语云间热锅 婉宁公主角色本位和瑞贤专属定制 却和阴荡期冲突 错失良机 令人扼腕 市场热捧之下 角色与演员的完美契合措施 亦成财经圈外又一话题焦点 何瑞贤的容颜 天生带着一股不容小觑的灵力 仿佛为强势角色量身定制 在荧幕前 他难以掩饰那份由内而外散发的气场 饰演兽气包 对他而言 恐怕是角色选错了人 财经圈热议 婉宁公主角色成和瑞贤量身定作 其独特气质与辨识度极高的面容 完美诠释 风批魅力 令人过目难忘 成为荧幕新亮点 如此卓越的演员 演技精湛 风采独具 怎能不令人心生喜爱 在财经自媒体的视角里 这不仅是艺术的魅力展现 更是价值投资中那股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在财经剧的纷繁角色中 哪位主角的伤海沉浮最触动您的心弦 是那位运筹帷幄的CEO 还是逆境中坚韧不拔的创业者 让我们一同探讨 哪位财经英雄最能激发您的共鸣与钦佩 感谢观看